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171章生气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罗言有些怒气冲冲的说 他扶着罗华坐到了一边 我跟你一起去吧 姑妈 你在这里等我们一下 叶浩轩淡淡的说 他感觉那个院长不像是好说话的人 罗言一个人去恐怕逃不了好去 找到李院长的时候 他正在和一个小护士在交代着 今天有一个身份非同小可的人来这里参观 其实这个医疗院是福利兴致的 每年都会有很多外界人士来这里捐款 先带文夫人到高档区域去参观一些 然后接着就是高档住宿区 那些交不起钱的穷鬼们暂时先弄到后院去 等文夫人走了之后再让他们出来 还有 李院长 我们的押金是怎么回事 罗言走过来问 什么押金 李院长诧异的问道 就是住院的时候交的一批押金 我们现在办理出院 为什么我们的押金会被冻结 押金不是出院就退的吗 罗言问道 你说那个押金啊 你们之前拖欠我们的医疗费太久了 押金就当作住院费抵上去了 所以现在没有了 李院长一服理所当然的样子 可我有拖没欠啊 我我的钱都及时的还上了 那押金是不是得退还给我 罗言有些生气的说还有 我今天交的费用包含这下个月的住院费 现在我们出院了 这些费用还请你退给我 对不起 一旦交了钱 该不退换 李院长冷冰冰的说 还有 你每个月都要拖欠 我们不要利息啊 那些押金就当作得稀好了 这人典型的过河拆桥 病人住在这里的时候 他非常的热情 当病人要出院的时候 他就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这不是霸王条约吗 当初住院的时候合约上 写这些了吗 罗言怒道 在港地这种私人性质的医疗基地不算少数 但是大多数费用高昂 罗言当初让自己姑妈住在这里的时候 是考虑这里的费用比较合理 但是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这样 住院时候交的押金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如果真的被这黑心医院侵吞的话 罗言肯定不甘心 不好意思 一切解释权规医院解释 不服气你去请律师起诉我们去 李院长冷笑了一声 好 我现在就去请律师 我还要揭露你这个黑心医疗院的丑恶嘴脸 罗言生气地说 省省吧 一个深水区的穷人 也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医院是我的 我愿意怎么开就怎么开 你想怎么折腾随你 李院长说 你 罗言被气得不轻 言言 让我来说吧 叶浩轩拍拍他的肩膀走上前来 本来他就看着女人相当的不爽 现在他是更加的不爽了 骨子里却是个小人 对付流氓 叶浩轩一向是有一套的 你们医院是福利兴致吧 我刚才来的时候 看到了医院门口 有各大慈善家捐赠的善款 叶浩轩道 你想干什么 李院长的脸色变了变 这些慈善家捐款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里的病人 而且据我所知 港地非盈利性医院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你这家医院就是非盈利性的 但是你收的费用却极高 与医院的主旨不符 叶浩轩道 那又怎么样 医院是我的 我想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 李院长的脸色一变道 你说 这话就有点流氓了 你接受了那些慈善家的捐款 等于说那些有钱人 已经贴补了一部分钱给这里的病人 但你一手拿病人的钱 一手拿慈善家的钱 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现在去起诉你 一诉一个准 叶浩轩微微笑道 我还是那句话 不服气你可以去告我 随便你们折腾 李院长冷笑了一声道 看样子 你是有耻无孔了 叶浩轩点点头道 今天貌似有个大人物来这里视察吧 如果说 我把事情的夫相对他说了 会有什么后果 看来 你没有定位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啊 李院长冷笑了一声道 你一个穷鬼 也有资格跟我叫板 港地是一个讲法律的地方 叶浩轩摇摇头道 但是今天我很失望 我感觉这和内地有些地方没有区别 甚至还有所不如 因为你身兼了流氓和院长两种身份 内地的话 领导是领导 流氓是流氓 就算领导 对你不满 私下里也只会有流氓找你解决问题 而不会直接撕破脸 该是虚伪到什么程度 才会像你这样 叶浩轩无语地说 你的废话太多了 保安呢 把他轰出去 李院长的脸 渐渐地沉了下来 不好意思先生 这里不欢迎你 几名棒大腰员的保安走过来 把叶浩轩围在了中间 你确定要这么做 叶浩轩淡淡地说 丢出去 李院长手一挥 几个保安挥这井棍走了上来 就要把叶浩轩给制服赶出去 但是这几个保安的战斗力 对叶浩轩来说 根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他随意地挥出几拳 这些本来看起来极其壮实的保安 就像是纸扎的风筝一样 四处跌飞了出去 报警 马上报警把他抓起来 李院长尖叫道 叶浩轩心中一领 他现在的身份有点见不得光 港地的警察一定在到处找他 如果报警的话 会对他的计划有影响 他一眼瞥见远远的一群人走了过来 这人正是今天来这里视察的那个大人物 为首的文夫人 赫然是港帝中华灿的妻子文胜雪 自从儿子的病好了以后 中华灿夫妇按照叶浩轩的话 广施恩泽 以及应得让自己的儿子 能更加健康的生活 这家医院就是他们最近捐赠的一所医院 文胜雪今天特意来医院看看 文夫人 别来无恙啊 听这跟前隐约有些熟悉的声音 文胜雪不由得吃了一惊 他一抬头 只见叶浩轩站在自己的跟前 叶 叶先生 您怎么来这里了 文胜雪不由得又惊又喜 自从去年从清源回来以后 中华灿夫妇终于意识到前不是万能的 因为他们得罪了叶浩轩 所以在清源四处碰壁 最后不得不放低的姿态 叶浩轩这才出手 将自己儿子的病治好 而他们夫妇一直关注这叶浩轩 因为这是位真正的高人 之后的叶浩轩认阻归宗的事情 他们也清楚 他们没有想到叶浩轩竟然还有这么一层身份 他们本来就想 这什么时候去京城拜访下叶浩轩 可没有想到 叶浩轩竟然一声不响地跑到港地来了 来有几天了 因为有些事情 所以我的身份暂时不能泄露 文夫人今天就当没见过我好了 叶浩轩低声说 看叶浩轩的神色有些凝重 他微微地一惊 然后下意识地点点头 叶浩轩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文圣学只得收起心中的激动 把叶浩轩当作平常人来 文夫人 真的抱歉 这是个无关人物 我马上让保安把他请出去 李院长见叶浩轩跟文圣学搭上话了 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连忙跑了过来 他还是有些心虚的 因为他这家医院 一直在接受社会上富豪的捐赠 所以是一家非盈利性的医院 这些富豪 但捐钱的前提就是来一个患者 他们承担50%的费用 而现在他的做法是一边伸手向富豪们要钱 一边继续向患者要高额的医疗费用 如果真的是对方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话 他绝对会把牢底坐穿 不仅如此 他的医院名声也会跟着玩了 这是我朋友 文圣学冷冷地瞥了一眼李院长 然后吐一句让李院长心惊胆战的话 他意识到这一次完大了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这个平民区出来的神经病 最后竟然还会跟文圣学扯上关系 尤其是这个穿桌地摊货的男人 竟然还是文圣学的朋友 想起他自己在医院暗地里做的那些种种小动作 他就感觉到膀胱里一阵阵的长痛 他是被吓的了 文夫人 我想问下 这间医院是你资助的一家非盈利性的医院 那我想问下 这里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叶浩轩问道 收费是他标注的价格一半 因为每来医院一个患者 我都会资助医院一部分钱 等于说患者的一半医疗费用由我们忠实承担 文圣学道 这一家医院是非盈利性质的 中总和你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监察的力度似乎就有些不够了 这家医院一边拿着你们捐赠的钱 一边向患者要高额的医疗费用 而且每个人住院的时候 都会交一笔不菲的押金 等病人出院的时候 找各种借口不退还 叶浩轩瞥了一眼脸色惨白的李院长道 这就是所谓的非盈利性质的慈善医院 文圣学的脸色变了变 他之所以来医院视察为的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没有想到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一脸怒容的说 李院长 你是不是该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他就不喜欢这种情况 他在叶子农生里面说 他就在叶子农生里面说